教會的這個事件就是牽扯到最近啊 然後現在好像又扯出說他們有這個稅務上面的這個問題 那就侯榮哥這邊所瞭解到的部分 或是過去也有認識一些教會裡面的人嗎 我的瞭解是應該分成這三個部分來講 第一個部分就是現在最被討論到的就是稅務的問題 是否有逃漏稅的這個部分 那因為現在國稅局有交給國稅局 雙方都是表示說這個國稅局在受理申辦 然後呢也在出議了解當中 那最後結果大家現在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當然是尊重 現在不管是阿斌這邊或是松明這邊 其實他們會覺得說反正就交給國稅局去了解 結果現在當然沒有出來 可是至少他是走 現在算是比較一個正式跟可以解決的管道去做 因為現在你聽到就雙方自己的一些看法 那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其實就在於說 協會轉教會這件事情 其實這件事情還沒有說明 那當然這個 因為我是第三屆的協會的民事 那可是我第四屆就不是了 就是前代兩日背不見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 如果按照一般社團法人的運作的話 再改選或是說再換下一屆 因為我覺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說 或是去詢問查詢看看 第四屆也是現在這一屆如果沒記錯的話 也是第四屆 那他的李堅士的成員名單有哪些人 那我相信應該會有這個名單 而這些名單是如果產生的 可能要如果按照一個李堅士的正常程序的話 應該是第三屆的李堅士開完會 然後選下一屆新的李堅士吧 可是第三屆我們沒有開到會 所以這個就牽得到的是 如果第四屆你選出來的李堅士 是沒有經過第三屆的李堅士 共同開會再選的 那這些人是怎麼來的 這個部分我覺得可能也要說明清楚 然後再來就是我之前有提到過 人跟死如果從人的部分的話 那一名對於小生片當時的當事人 他有沒有做 不管我不知道私底下是不是有去表達 就是私下表達說 或者是公開表達 因為你公開你的聲明書是公開的 那是不是你在道歉上 或者是至少你也應該公開的表達說 對於你造成的不舒服難過 我覺得很抱歉 我覺得現在大家圍繞的大概就是 這三個方向 那我自己看也是這樣 那資深媒體人王瑞玲又指控說 這個教會簡直又是這個 直銷式的這個手法 怎麼看呢 直銷式的 不用啊 不用啦 不用啦 真的 真的啦 謝謝 沒有關係 問出我的問題 因為每個教會 其實都有自己不同的運作的規則跟方式 它不是一個教會就是統一一套 所以你會發現這就是每個教會有不同的特色嘛 那每個教會經營的方式或代理的方式本來就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能理解 好 那 但是從這個事情上面我自己看到的是因為阿登跟小哥 他們算是初次接觸到教會或者是信仰的原因 所以他們可能進到這個當時進到的一起發光教會 他們就覺得教會應該是這樣 但是其實後來他們離開以後才發現原來其他教會有其他教會不同的代法 或者是說不管在奉獻上在訓練上 每個教會有不同的做法 他們才原來發現原來的教會的代法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們提出質疑或者是提出疑問我覺得是可以理解的 你只要針對曾經在這邊聚會的弟兄姊妹或者是會友 針對他們的疑問解釋清楚 說明說我們為什麼會這樣待 我就會這樣做解釋清楚